這五個同學的性格簡直就是火星撞地球 偏偏老師編合同一組一起做畢業project 明明他們有一年的時間去完成 但他們是要搞到最後一個週末先開工 誰知不打不撞之下被他們想出要建一間學生心目中的完美學校 經過這次之後他們學會要各自發揮所長 我是打Basketball那個我是林長讓我很喜歡電影 所以我寫了個劇本 現在Hollywood買了想下個月開始拍我的電影 我應該是Hollywood最年輕的script writer 所以,yeah 他幾大?他只有16歲而已 在國際學校讀11班 在興趣班寫了個劇本 誰知又被Hollywood的製作公司Best Madison看中 願意出資100萬美金拍成青春戲劇 他們最初去時來 不知道他們應不應該買我的劇本 但他們很想幫我 所以給了我很多回應 回應? 給了我很多回應,給了我很多意見 然後我回家重寫很多很多次 他們最後就覺得他們可能可以用我劇本做個電影 所以他們就幫我買了 他們覺得我的劇本真的可以表達出年輕人的生活問題 和他們怎樣跟朋友說話 所以他們覺得這樣很好 然後常常很好笑 所以他們就買了 Jerome現在創作靈感 源自校園生活 五個主角,五種性格 全部取材至身邊的同學 第一個角色是Peter 他是這個學校裡的新的同學 他不想太多人注意他 想低調一點 Andy 他是一個胖胖的同學 但他對他心裁沒問題 很有自信的 他是很好笑的 然後跟其他同學是很好的朋友 然後我們有Sam 這個女孩是外表好像很可愛的 但她其實很堅強 也有時候很粗 然後說很多髒話 也有個Natalia 她家庭很有錢的 然後她有很多朋友 因為她家人很朋友 然後在這五個人內 她跟別人不是很好的朋友 因為別人覺得她被崇壞 第五個是Ezra 她不是很認同自己 她家人和朋友常常 告訴她她應該做什麼 做什麼人 然後她常常覺得 有時候別人會控制她 但她也很聰明 所以要在這電影裡 她會有很多搞笑的方法 來控制別人 Jeremy小時候 喜歡靜靜地看著天 父母 甚至是老師 都以為她有心理障礙 但原來 是智商有141人私有兒童 我剛剛聽說 譚俏長在那裡 剛剛健身了 我想過去問一問她 可不可以做我電影的製片人 譚俏長 我喜歡跆拳道 我喜歡科學 然後電影 只是一個 就是要外的興趣 但 現在 做完這部電影以後 可能 未來會 做成個電影 假人 我的天 Jeromy反而 做夢 都沒想過自己的創作 可以搬上 荷里活的大銀幕 電影開拍在職 預計明年的暑假 可以在美國上畫 亦都計劃在香港上映 好